广西人吃席不抢菜吗 但凡这么问的人一定不了解广西人 上集讲到我们扫了大老祖的燕子巢 燕子巢的子孙分生出了三个村庄 三个村轮流到燕子巢扫墓 所以每三年才轮到我们村一次 这样的全村宴席三年也才有一次 足足有两百多人 任凭哪家的院子都容不下这么多人 小时候的村宴都是在集体的晒场上办的 现在政府资助建了一个宽敞漂亮的篮球场 刚好用来办村宴 在我很小的时候村里的每一货人家都挺穷的 吃顿肉都是奢侈 但是办宴席的时候都是拿了家里最好的东西出来 鸡肉鸭肉猪肉鱼肉样样不少 以前的牛是羹牛牛肉可是很稀有的 现在养了肉牛牛肉也是宴席上的必备菜了 村宴的准备工作从上午就开始了 在广西男人是长勺烧菜的主力 女人一般就是打打下手洗洗菜之类的 第一道菜经典菜了香菇焖鸡肉块 大锅烧油 生姜泡发后的香菇稍微炒一下 整只鸡水煮到半熟之后 剁成大块鸡块倒入 今天炒菜的大哥喜欢勺子和铲子一起用 左右开工 加入酱油蚝油之后翻炒均匀 加点水咕噜咕噜的焖上 一小会儿鸡块就煮熟了 出锅装大盆里 第二道菜 蒜香笋干焖鸭块 大蒜用油爆一下 加入鸭块 翻炒均匀以后加入泡好的笋干 生粥蚝油再焖煮 煮熟以后大火收汁 出锅装盆 因为人多每一道菜都要烧两锅 第三道菜 猪肚炒芹菜 芹菜赶切断 芹菜先炒个半熟 猪肚用花生油生姜加入酱油蚝油爆炒 刚断生就放入芹菜 快速翻炒出锅 猪肚脆而不老 非常的美味 百吃不腻 第四道菜 牛肉炒青瓜 牛肉切片用生姜蚝油酱油 加入少量淀粉 拌匀腌好 这次换了个长勺的 炒菜快速粗暴 只见他先用少烂的酱油 在热锅热油里呛了一下 迅速的倒入腌好的牛肉 马上腌护缭绕 香味扑鼻 锅大火旺 肉的汁水被牢牢的锁住 变色断剩以后加入青瓜片 翻炒出锅 这次的牛肉软嫩多汁 酱香扑鼻 生受好评 第五道菜是唯一的素菜 五花肉炒大白菜 大白菜切断 五花肉煸炒出油以后 放入大白菜 炒到菜帮子变软以后 出锅就可以了 还有半道菜 蒜香爆炒压杂 量不多 只有干苦力的男人那一桌才有 下酒的好菜呀 压轴菜还是我们的十八宝鱼生 去皮去骨的鱼肉切片 蒜苗白 葱白 切丝 紫苏切丝 洋葱切丝 嫩姜切丝 香菜切碎 柠檬剁碎 酸酵头 酸辣椒 蒜末 青椒丝 木瓜丝 淋入白醋 加白糖搅拌 小米辣 继续搅拌 光这一盆拌菜 就香辣可口 酸甜鲜美 风味十足 鱼生另起盘 食盐 高度白酒 花生油拌好了 才加入蚝油生抽 这样鱼生油量入味 但是鱼肉还是晶莹剔透的 接下来把拌好的菜放在鱼肉上再搅拌 这么一大盆的鱼生 拌起来真是体力活 所以得换个人来拌 广西吃鱼生的习俗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婆婆的飞翼文化 广西的鱼生每个地方做法都不一样 甚至每家都各有所爱 各有风味 我们家族就好这样的十八宝鱼生 哪怕其他的菜我们做起来很粗犷 随意 唯独这十八宝鱼生一定要细致入微的 看看这个被围观的正式 好东西大家才期待啊 最后拌入炒熟的黄豆粉 到现在已经是两个人在奋力翻拌了 因为这个时候桌子已经架起来了 族人纷纷到场 烧好的菜是被均匀的盛在碟子里 鱼生赶在最后也分配了起来 你看看这是分好的猪肚 牛肉 鸡肉 这时候阿哥阿弟阿叔们穿梭在鱼人群里 把菜端到每一个桌子上面 老人 父女 小孩 依次入座 每一个家庭坐一桌 喝酒的男人们另外坐一桌 桌椅也是从自家里面搬出来的 上次有人问怎么没有汤 在我们这里 汤不算个菜都在锅里 谁想吃就盛一碗来 这是雷空干鱼头汤 特别的鲜美解腻 今天我们摆了足足18桌菜 篮球场都做满了 说到这里了 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 往西人吃席不抢菜吗 广西人不富有 但是从来不缺吃的 广西的家族宴 村宴 聚会 是为了同家人 族人和客人 一起享用美食的 一起谈笑风生 回忆过去 畅谈未来 所以你觉得会有人去抢菜吗 好了 我们家今年的扫墓拜山 告一堕落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评论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